26號上午一場豪大雨 基金一路出現積水現象 排水因為宣洩不及 雨水都湧到路面 市安府公務處人員 及安樂區長簡易澤 緊急道場清理水溝 並通知警方道場交通管制 發現安樂區 基金一路邁進路圓環這邊有吸煙水的狀況 那因為它的圓環的外側車道是比較低 所以它有容易造成濾煙的狀況 那我們在情形發現這個狀況之後 我們就隨機在做一個封路的動作 那請郭威爾的車輛盡量往內側車走 那內側比較高 避免有車子會容易拋毛的狀況 那目前警方也到現場協助做一個 指揮交通的作業 機制沒有停 所以才會這樣 不然正常是不大會這樣 由於對流雲氣發展旺盛 家族早上針對新北基隆 發佈大雷與特報 金融市長謝國良 立刻取消既定行程 前往災害應變中心作證指揮 也和氣象署密切通話 我們0922的晚上跟今天早上0926的上午 都在短時間瞬間降下好大雨 大概兩個小時內就有超過100公里 那也都跟原來的氣象預報有一點落差 所以我今天早上也打電話給氣象署的塑造 也感謝他們 大家討論出一個更實時能夠掌握 天氣變化的一個方式 那據他們的說明 在明天早上還會有一波的 這個豪大雨的降雨下來 當然現在的降雨量跟原來的氣象預估 會有一點落差 因為已經有連續有兩次了 這個就是極端氣候也有可能是造成這些落差的影響 所以我想還是呼籲大家要小心的防災 然後家裡的一些擺設設備 希望大家把它準備好 然後沙包防水閘門盡量都要用到 那我們公所也都有準備很多的沙包來跟民眾使用 那我們會隨時的更新我們的訊息後 那就在臉書或在各類的訊息平台跟大家說明 我們的一個氣象的最新的一個情況 所幸這一場好大雨來得又急又快 水位很快就退去 市長謝國良強調 未來希望金融市的訊息能和氣象署同步 掌握最新的降雨量提前做好準備 記者黃紹明簡容報導 記者黃紹明簡容報導